这两天刚公布的三月制造业的PMI让人眼睛一亮 50.8居然高于50的融库线开始扩张了 这次时隔五个月首次重新回升到了融库线以上 过去制造业收缩很大的原因是房地产拖累了经济 我倒不认为房地产现在已经触底 房产销售还有价格都在下滑 很多地产公司的雷都还没有爆完 但是看这个制造业的PMI数据 很可能地产对于制造业的影响已经触底 各地的企业工地三月全面的复工开工 加上政府财政放水也不像以前都怼到了地产上面去了 而是很多去了代表薪制生产力的制造业 所以目前我国制造业的增长的动能还是不错的 当然去年九月大家看也是短暂的冲高到了融库线以上 然后就是连续五个月的批软 保险期间我建议大家在观察一个月的数据 如果下个月的制造业也是扩张 那么工业筑底完成 基本可以确定重回到了上升的通道了 甚至是整个经济的触底反弹 你看非制造业一直是在融库线以上 而且一直都是在变好的 这里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财政放水对建筑业的拉动 接下去要发的三月的通胀数据我感觉也会不错 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这边二月就已经转正了 当然你可以说这是二月春节的原因 不过大家买菜的时候可以去打听一下 CPI里面的大头猪肉的价格这个月可是明显的提高了 所以说本月的CPI很可能继续为正 生产者物价指数PPI上个月是负数 但是看到刚才的三月的PMI的数据 以及最近大涨的大中商品的价格来说 三月的PPI很可能也会不错 所以说大家觉得我们的经济会不会就是在 今年三月触底反弹呢